好消息来看台湾将有飞机可以直飞上海的虹桥机场了 台北市率先宣布台北上海已经就双城对飞来进入最后的细部讨论 而最快在6月14号就可以对飞 号称全世界最大交通枢纽的上海虹桥机场 最快6月就会和松山机场搭上线 北市府强先宣布倒是交通部任处理 这样一个算是这个航权的一个协商 基本上还是两岸的民航主管机关的权责了 这个时间跟航班我想也都要等他们协商谈定了才算数了 毕竟两岸对飞复杂流程还得再沟通 能不能赶在6月底对线谁也说不准 不过好消息是这回不只是松山红桥要对飞 还包括全台湾各机场两岸对飞航班要不要再征班 都列入谈判筹码 放上红桥松山这一块了 事实上整个两岸这个班次都不够 也谈整体的航班增加的问题 不想让马总统的对飞政策只是纸上谈兵 交通部动起来不只要对飞 就连封闭快一个月的北二高七堵断 最快在6月中也会恢复同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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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